下一位表演者 他所说的故事 我们邀请第二位表演者就是 朱雪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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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 孙女要到了 有什么新的希望吗 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 平平安安 没有病痛就好了 对对对 健康最重要 新加坡人常说的一句话 可以死不能病 平平安安 OK 那有哪一个新年 让你感觉到很特别的 年轻的时候 跟一般朋友 去那个Glass Hotel那边 就知道那个气球很多 挂在上面 因为我们就听一些人在唱歌 等于很快乐在一起玩 在那个最后的时候 十二点的时候 最后一天 高岛 高岛 我们也跟着高岛 3 2 1 Happy New Year 那个气球下来的时候 哇好漂亮 那个景色 就是感情真的那个时候 真的能有回忆吗 年轻的时候 令你难忘 所以我们永远不要言老 对不对 我们心态要年轻 是是是 要不然的话 你走到牛车水 你就觉得很老 对是 对 对 是是 你也不老啊 我哈 你看 刚刚有一只蚊子 不知识我爬上来 滑下去啊 折到脚 不会啊 不好意思啊 请问要唱什么歌 给我一个吻 为什么要选这首歌 我 我觉得 他的声音很好听 我很喜欢这首歌 是不是当年 你的老公跟你 一吻定情 也可以这样说 是 你真的是 一吻定情 那个时候 真的我们都不懂 我很大年龄都不懂 什么叫谈恋爱 真的傻傻的 这很单纯 就是 是不是 连当时的男朋友 现在的老公 不是没人介绍的 不是不是还真认识 不过没有那种 好像说 哇就 就轻轻我我那种 没有像 现在年轻人这样 快熟面 对对对 现在是 我们是那种慢锅 慢慢炖的 对对对对 炖到越久 越醇越香 对对对对 那么先生就比较说 他就是 就是 打哦 那么就 就嫁给他了 就是说 有一个晚上他跟你 不是 只是 他跟你讲 一吻定情 一吻定情 听说啦 一吻定情 对对对 嗯 当时也没有录影录像 没有 就是说 一吻就说 好像叫嫁给他 真的 所以古人不是吻 只要手啊 因为古人穿长袖嘛 只要手给人家看到 就要嫁给他了 哎呀 所以你也是蛮保守的 真的真的 吻一下就要嫁给他 可以 还有选择嘛 没得选择 今天有朋友来支持你吗 有有 上面是 我妹妹那个 哦 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做雪玲 雪玲 叫雪玲 你好 陈正斌先生你好 你好 我好 我还好好的 你姐姐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所以 我姐姐是个很开懒的人 嗯 又很 好像说 每天都是很开心的过日子 哦 才懂得过日子的 对对 没有烦恼 对对 你看他衣服穿成这样子就知道 他很开心的人 对对 你看 很难看哦 没有啦 我没有说难看 我说穿很可爱 谢谢 你懂吗 谢谢 这个是很可爱的 比如说好像少女装这样 谢谢 但是穿上去你就年轻起来 嗯 你就可以去 哦 出了跑啊跳啊 对 OK 好 旁边的朋友 陈币大哥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陈树芬 诶 陈树芬 我也是认识雪玲 不是很久的时间 可是我觉得她的人很乐观 很开朗 跟她在一起是真的很开心的 对 她很喜欢讲 我们讲些笑话啊 这些 所以你跟她在一起都觉得人生是很美好的 对对 所以你功德无量 谢谢 让身边的人都开心 谢谢谢谢 好的 现在就带来这首《给你一个吻》 谢谢 这首《给你一个吻》 《给你一个吻》 任在我的心上 让我想念你 除了等着你 别的 你不答应 我也要向你听着 说不问题 除了抵着你 吹吹 你没回忆 我也要向你吻 说不善心 给我一个吻 给我一个吻 我可以 不可以 谁问也没关系 我依然是感情 给我一个吻 我无人也可以 谁问表现你 我依然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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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避然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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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依然感谢你 我依然感谢你 谁问表现你 我一样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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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有一个国家呢 叫保加利亚 他们的人民过年呢 真的跟这个文艺有关系 保加利亚人呢